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你們之間的 是有什麼樣的合作內容嗎 我們合約是簽1加1 喔1加1喔 所以呢 明年後年大後年 我們都還是有機會看到 J.M.Lin對不對 對我希望是簽1加10 那終於呢 可以跟弟弟一起打球 那可以分享一下 加入敬衛軍新北廣的心情嗎 此刻的心情 可能用說話說不出來 這些情緒因為都是 我們已經聊了30年了 能不能有一天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加盟同樣的球隊 所以我們兩個都是 感覺有一點不是真的 有一點那個shock的feeling 所以我們肯定是很開心 包括今天早上訓練第一堂課 就有點奇怪就是一直能看到他 然後他中午也是請客幫我點一 一晚便當 所以蠻忙碩的 歡迎你加入新美國王 那終於呢 可以跟弟弟一起打球 那可以分享一下 加入敬衛軍新美國王的心情嗎 此刻的心情 就是可能用說話說不出來的這些情緒 因為都是我們已經聊了30年了 能不能有一天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加盟他們的球隊 所以我們兩個都是 感覺有一點不是真的 有一點那個shock的feeling 所以我們肯定是很開心 包括今天早上訓練第一堂課 就有一點奇怪就是一直能看到他 然後他中午也是請客幫我點一 一碗便當 所以蠻不錯 有了Germeline 在新北光這個新賽季 絕對是大幅陣容大幅提升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你們之間的 是有什麼樣的合作內容嗎 你只合約嗎 可以這樣問嗎 我們合約是簽1加1 1加1喔 所以呢 明年後年大後年 我們都還是有機會看到Germeline 對不對 對我希望是簽1加10啦 那時候要看他 看他願不願意 但是1加1我覺得 至少在今年 今年的這個 在國王這邊是 全新北市全台灣來 全亞洲全世界來 都有機會可以 再次看到林素豪在場上 的表現 我覺得是我們真的很榮幸 很好笑 剛前那邊 我已經有四五個隊友 都已經發了訊息跟我說 他為我很高興 可是非常期待跟我對打 我覺得在那邊 有很多 我們去年遇到的 我們去年的經驗 永遠會有 永遠會記下來 所以我們永遠會是兄弟 那我個人覺得 跟他們對打的時候 我不覺得這是好玩 我覺得跟 就是你喜歡一個人 他們是你的對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 對我來說不是那麼好玩 所以我 沒有那麼期待跟他們對打 可是這個 你說熱身賽 我還需要問教練 教練的想法 可是我不確定這個熱身賽 會不會打 然後如果打 我不確定會打多久 因為我也是剛到 然後包括 不只是我是全隊的這個計畫 這個pre-season的計畫 所以這個我不敢 保證我會打 或者任何 這個上場之間的這些 還是要有很多 對手 會 我們 去